我还没下车 鸭子就上来了 好了 给你们喂吃的 回来 好 我觉得我们这鸭子太聪明了 不过还有一只烙单了在下面 好尴尬 我先把他叫上来 那只烙单的鸭子我把它叫上来 对吗 你也找到了家了 这个鸭子脚怎么都瘸了 这是我上次种的西红柿 我觉得长得还可以 就唯独那一棵 特别的小 其他的都长得不错 然后顺便今天除除草 还是需要除草的 我上次来除过一只草 可是又长起来了 你帮我除草不 那一口是有大的老爷爷 缺点肥料好像 你弄点肥料来放一下 长得这么好还吃肥料 对 不能不能下太多的化学肥料之类的 我觉得要圆生态 我觉得夏天其实挺不好的 因为这个杂草长得特别快 我记得我上个星期才来拔过杂草的 现在这个葱地里的杂草又那么深了 葱需要加点肥料的 我的这个多肉长得特别好 橘子你要看一下吗 你看他可开心了 真的长得特别好 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都开花了 而且这个青苔 这个草也长得好好 因为最近一直下雨 水分很足 然后这边的都发芽了 这边的小的也都发芽了 你看 这种 这种 都发芽了 橘子 橘子你是来造反的吧 橘子 不要踩了 这个踩了就踩坏了 长得真的很漂亮 哇 这个鲤子你们看 这个好大一颗的 过不了多久就有李子吃了 我们上次打过药 但是感觉还是掉了很多 因为最近雨水太多了 可能 好多被虫吃了 坏了很多 可能还是打药没打好 这药是假的吧 我上次一直怀疑 我买的那个龙药是假货 我感觉长得特别好看 这个能吃了吗 可以啊 你试一下吗 试一下 搞个大点的吃一下 这个 太小了 你试一下 怎么样 你个骗子 算 好苦啊 还没到时间应该 算 你就是个骗子 我不想相信你的话 我觉得那个鸭子 你刚刚那只受伤的鸭子 我们要不要 把他抓回家吃了呀 你去抓 就晚上拿他开刀 等一下我们回来的时候再抓吧 好 我看中他了哟 他是白色的 我一直白色的 你看他那个腿 有点问题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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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